嘿各位好 欢迎收看网路科普小教室 我是菜市场阿龙 那这个系列单元 我将跟各位介绍一些网路资讯 相关的一些科普知识 让大家以后在上网的时候 可以避免踩到一些不必要的地雷 我们今天在这一集 来跟大家介绍的是 工程师在写程式 他到底在写些什么东西 程式到底是什么 那他们这些工程师们 到底又用什么东西在写呢 是用纸跟笔在写吗 当然不是的 在开始之前 我想来跟大家介绍 补充一个冷知识 你们知不知道 在史上的第一位工程师是谁呢 根据维基百科的记载 史上第一位工程师是一个女生 她的名字叫Ada Loveless 所以以后 大家不用去觉得说 写程式是男生专属的权利 男生写程式会写的比较好 事实上这并没有这么一回事了 我们自己在业界观察到 程式写的好坏跟性别 并没有直接关系 那么这个工程师 其实有分很多种类 例如说有分硬体工程师 他们可能会是处理机械相关的工程师 可能是处理电器相关的工程师 或者是处理电脑硬体 例如说组装 这些设计这些都是属于硬体工程师 那有硬体之外呢 还有软体工程师 软体工程师的种类就比较广一点了 例如说像是有做网站的工程师 有做手机应用程式的工程师 还有处理资料相关的工程师 这些都是 那我们就以我比较熟悉的 因为本身我是一位软体工程师 所以我就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一个软体工程师的日常 大概在做些什么事情 大部分时候 我们可能会根据客户 还根据老板的需求说 我想要做一个电子商务网站 我想要可以卖东西 然后那个网站可以有上架 我的商品上下架我的商品 还有购物车 然后商品可以下单 可以刷卡 可以开发票等等等等 很多功能 好 这个就是客户或者是你老板的需求 然后我们这个软体工程师呢 就是根据这个需求 然后用程式把它写出来 把它做出来 除了这个写功能之外呢 蛮大的一部分时间 也会再处理一些问题 例如说假设我这个网站可能坏掉了 为什么会员不能登录了 为什么这个刷卡刷不过了 或者是网站根本连都连不上了 怎么办 很多时候除了在开发新的功能之外 蛮多时间会是在帮我们 已经写好的东西 帮我们已经做好的一些网站 或应用程式再抓一些问题 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就讲到 就是这个关于写程式 那程式或者程式语言 到底是什么东西 简单的说 我们要写程式的目的 就是我们要叫电脑做事情 总不能用嘴巴叫他做事情 当然现在可以 现在例如说 你可以跟你的手机说 Hey Siri 请你帮我做什么什么事情 那他就会帮你做事情 这个不是我们今天 这边要讲的四个写程式 我们真的要写程式的话 是写一些程式码 这个程式码 或者是一堆的指令 那这些程式码或指令 就可以指挥电脑做一些 你想要他做的事情 例如说可能去跑一些逻辑运算 或者是把一些字 印在画面上面给你看 这个就是写程式 但问题是 以电脑来说 他只看得懂0跟1 或应该是说电脑在执行的时候 他的运算的资料 就是0跟1 我们一般大部分的人 正常人应该说 普通的工程师 或普通的人 其实并没有办法去理解 就用0跟1去 组出那些指令 叫电脑去做 因为那个算相对 比较低接一点 那个不是我们一般 会写的写的出来的 所以我们比较多的是 用别种比较 接近英文的程式语言 或英文的程式码 然后他在执行的过程中 他会帮你把它转成0跟1 然后叫电脑去做事情 大概是这个过程 待会我会实际示范一次 给大家看 这个写程式到底是 写起来长什么样子 程式语言的种类 有非常非常多种 有真的 就我知道 至少有到几千种 当然比较热门的 大概就几十种而已 所以程式语言 其实不是只有一种 不是只有 就是特定一种程式语言而已 程式语言有很多种 待会我会来简单的示范 示范个两种好了 我会示范目前比较流行的 比较主流的 一个叫Python 一个叫JavaScript 然后这两种程式语言 这个细节 大家不用太纠结 你们可以看 我在写程式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们怎么去执行 这一段程式码 我们就直接做一次 给大家看 我这边 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 我们需要一个文字编辑器 我们需要一个文字编辑器 就是我要把程式码 把它存在这个地方 所以首先我顺便 先顺便新增个档案 例如说我们在一个 high.py 这个Py的概念是指说 它就是可以写一些 Python的程式 Python算是一个 以目前来说 是一个蛮知名 蛮流行的程式语言 我们先来一个最简单的 我们先来一个print 我们来print一个 例如说high 来一个新年快乐好了 这样好了 这样 我写了一个print print新年快乐 这样的意思是指说 我想要在画面上面 印出新年快乐这几个字 可以怎么做 写完之后 我们再来就可以去开启一个 这个一样是技术细节 不用太在意 这个是一个所谓的终端机 我们要去叫这个电脑程式 这个程式帮我们翻译 刚刚这一段程式 把它转换成0跟1 然后最后叫电脑去执行 然后执行完之后 它就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写 Py 用这个 Python 然后这个档案叫high.py 这样 它就会在画面上 印出新年快乐这几个字 好 这个是一个 这个非常简单的 一个一段程式 如果说假设我们 想要再复杂一点 我们来做一些逻辑判断的话 例如说 假设我有个 我年纪是20岁 假设了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判断 例如说 我们要超过大于18岁 要成年才可以投票 我们就可以写 if age大于等于18的话 那么我们这边 就可以去印出 印出这一个地方 是 就写 你可以投票 这样 然后再来 else 如果 不然的话 好 这个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就是如果这个age 大于等于18岁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在画面上 印出你可以投票 那不然的话呢 那就印出 你 还不能投票 这样 非常简单的一个逻辑运算 如果 不然怎么样 这个 大家观看这一段 先不要去纠结 这个程式码的细节 你光看这一段 就算你不会写程式 你可能大概 大概也可以猜得出来 是在写些什么 因为我现在是20岁 所以我现在照理说 我如果去执行这一段的话 大概会印出 你可以投票 这几个字 来我们试 试给大家看 当我们这些去执行 python 刚刚这个hi这个程式码 它会印出 你可以投票 如果我今天把这一个 年纪改成16岁 这样 改成16岁的话 那么我们再执行一次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告诉你 你还不能投票 写程式大概就长得像这样子 这个是用 python这个程式语言写出来的 python这个程式语言 应该算是目前 可能在世界上 数一数二流行的程式语言 它写起来语法也算简单 学习也蛮容易的 我再换另外一个程式语言给大家看 一模一样的概念 我们这次用high.js 这个js就是一个JavaScript的 一个程式语言 这个也不用太在意细节 举例来说 我们来一个 先有一个age等于 一样16好了 然后再来 我们可以写 如果这个age大于等于18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印出 这个应该又印出 可以投票 不软的话 这边就印出不能投票 这些不能投票 大家看一下这一段 你看这一段的语法 跟刚刚这个程式语言的语法 虽然他们的程式语言不一样 但是你光看这一段程式 你会大概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不同的程式语言 在写起来的时候 他们在撰写的程式 虽然大家语法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是同样一件事情 我们逻辑都是一样 判断这个东西 是不是大于等于18岁 如果可以 就在画面上印出 可以投票 不然你写不能投票 所以我们这一段程式 我们再执行一下 去执行这个high.js 这个 你发现它写不能投票 因为16岁 如果这个地方改成20岁的话 这样的话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地方 再执行 你看了 它就给你出现可以投票 所以这个就是写程式的手感 通常我们会所谓写程式 就是用一个文字编辑器 就像你会看到 这边有个文字编辑器 这个你用记事本 其实你也可以写 只是说颜色没有这么好看 然后功能没有这么完整而已 写程式不是用纸跟笔 虽然说你用纸跟笔也可以写 但大部分时候 我们在说在写程式的时候 都是指说 我们会 开一个编辑软体 去编辑 或像写这样的代码 或写这样的程式码 它最后会帮你把这些程式码 装换成0跟1的组合 所以 写程式大概就这么一回事 大家可能有听过 那个程式有bug 或者什么卡bug之类的 这个bug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个bug 其实它是凑虫 是虫的意思 很多时候我们都说 这个bug 会讲说你这个系统有问题 或程式有问题 可是这个虫跟问题 为什么是什么bug呢 事实上 如果你去查维基百科 你就发现 真的早年 第一个程式员的bug 它真的是有一只飞蛾 飞到机器里面 造成那个程式出问题 找出来就真的这个东西 所以后来就真的就是这个 我们会用bug这个东西 就是讲说 你的程式有问题 你的程式有飞虫进去 你在里面了 早年是 真的有这么一回事 我们简单做个简单的小 其实到底 工程师在写程式 写些什么东西 事实上写程式就是 我们要叫电脑做事情 我们写一些简单的程式码 那这些程式码 会帮我们翻译 可能0跟1 最后叫电脑去做些事情 所以写程式就是 用一个编辑软体 去编辑一些程式码 不同程式码 写起来的样子可能不太一样 但是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差不多的 所以软体工程师 每天在做的事情 就是在面对 打开你的电脑 打开编辑器 一直在敲键盘 其实在做类似像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这一集 大概就到这个地方 网路科普小教师 我们下回见 bye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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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